提到可兰白克 自从本赛季被租借到山东南安以后 就不太能够看到可兰白克在场上的身影了 CBA第二阶段已经结束 山东队总共打了28场比赛 但是可兰白克仅仅出战了其中的10场 场均只能拿到14分钟的登场时间 得到3.9分 可以说可兰白克被王涵彻底的弃用了 虽然可兰白克现年也不过才30岁 但是16岁便征战CBA的他 已经拥有14年的职业生涯 作为土生土长的新疆人 可兰白克职业生涯至今最辉煌的时刻 都留给了新疆南篮 在2017年成功帮助新疆队拿到CBA总冠军 也曾做过新疆队的队长 可兰白克最擅长的技术 莫过于一手精准的三分投射 在新疆那些年 可兰白克的三分命中率几乎没下过40% 作为当时新疆队最稳定的外线活力点 搭配上周琦在内线的牵制力 新疆那些年一直算得上是CBA的禁语球队 2017年可兰白克成功入选中国南篮 并代表中国南篮出战过2019年的世界杯 如今的可兰白克 我相信他肯定还是有一战之力的 30岁的年纪对于他这样的风味摇摆人来说 正是巅峰的时候 可兰白克只是差一个重新展现自己的机会 不过对于新疆球迷来说 可兰白克永远是他们心中的挚爱